2007年,84岁的吴学文出版了一本名为《廖承志与日本的书籍》。 尽管他以前也曾出版过一些书,但吴学文最看重的还是这本书。 因为书名中的廖承志和日本在吴学文的人生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吴学文,原新华社记者,20年的中日复交谈判,20年的东京报道,伴随着一篇篇新闻报道,吴学文走过了北京与东京之间冰雪消融的岁月。 廖承志,中国著名外交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廖承志担任中日建交工作的总负责人。 而就是在56年前,廖承志的一句话改变了吴学文的一生。 52年的秋天,在北京召开的亚洲级太平洋河庭大会。 在这个会上,我遇到了廖承志先生。 我们对廖公是早就文明了,但是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 他听到我是诗文校毕业的,又懂日文。 所以他就说是,你以后来和我一块儿搞对日工作,你准备一辈子干这个工作。 我当时还不到30岁,感到这个提法还一时脑子转不过来。 一辈子,现在就决定一辈子事情。 就在这次亚太和会之后,廖承志将吴学文调入新华社,负责中日建交方面的报道。 当时的东人关系是非常不好的,非常严重的。 我们当时也没有记者能不能到日本去,因为按照当时日本政府的政策, 就是对于共产国家去的人,他是不发护照的。 早在1952年,在美国的操纵下,日本当局政府与蒋介石政府签订了和平条约, 而这也成为了中日两国建交的最大障碍。 于是,中国决定采取民间外交的政策, 而帮助在华日桥回国成为这个政策指导下的一项重要工作。 日本三团体和中国红字会代表团商谈回国日桥的问题。 我当时参加了这个工作,这个工作完了以后, 日本的三团体为了感谢中国人民,中国红十字会协助日桥归国的事情, 所以邀请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去。 1954年,因日本红十字会的邀请, 中国派遣以李德权为团长, 廖成志为副团长的红十字会代表团前往日本访问, 开始了中日关系的破冰之旅。 31岁的吴学文也以代表团随缘的身份一同前往日本。 国民党还有美国特务准备对这个代表团进行阻扰, 甚至于有消息要暗杀,暗杀廖成志,暗杀李德权。 所以我们到香港去的时候, 香港工委、香港新华社,新华社社长都到我们筑地来站岗保卫我们。 在代表团到达香港后,吴学文负责给代表团办理签证事宜。 但当吴学文去办理时, 日本领事馆工作人员给吴学文签发的却是一张叫《渡航证明》的文件。 那么到日本去的目的什么呢? 我们签的是用日本红书司会参团里的邀请到日本访问。 他就给你写一个去日本。 那不行了,我们说你这个写法我们不介绍。 还有我们要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当然是我们把情况也告诉日本。 日本朋友代表在东京向外部省提出要求。 所以最后他是通议了。 我们写这个前往日本和红书司会的事业来访问日本。 国际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1954年10月30日, 当吴学文等人到达东京羽田机场时, 眼前的情景让他们始料不及。 这个欢迎场面太大, 出乎我们意料之外, 非常非常热烈, 人山人海欢迎。 今天政府对我们还是采取了保护的态度。 他派出的警察, 过去就是给外国元首访问日本的时候, 来警卫的一个体制都拿出来了。 尽管是以代表团随缘的身份来访问日本, 但吴学文真正的身份毕竟还是一名记者, 报道新闻是他的职责。 然而, 由于中日还未建交, 吴学文不能以新华社记者的身份进行采访发稿, 这让吴学文懊恼不已。 没办法, 我就出去找花侨去想办法, 过来共通社帮助我们拿到一个Price Cup, 有这个东西我就活动去了, 我就赶紧写写了到达消息, 消息送出去了, 已经第二天凌晨了, 送出去了, 但是这就是新中国记者发的东京的第一包。 中国红十字会第一次访问日本的成功, 极大的推动了中日两国民间的各种来往, 而中日两国的关系变化, 也成为了吴学文报道的重点。 1955年, 中日第三次贸易协定签订谈探在东京举行, 吴学文也随中国贸易代表团前往, 东京。 而早在1952年、1953年间, 中国根据民间外交政策的指导, 与日本签订了两次贸易协定, 然而, 由于日本政府的反对和阻挠, 最终没有得以实施。 1954年, 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第一次成功访问日本, 极大的推动了中日两国民间的来往。 1954年12月7日, 返华的日本首相吉田茂下台, 取而代之的是揪山内阁。 完全追随美国这个吉田茂下台, 就算上台以后, 一个是要解决和苏联的关系, 所以它和苏联建交, 和中国呢, 它也比较积极, 所以第三次中日贸易的时候, 它很希望能够搞成一个政府, 它也希望甚至能够和中国官员见面一下。 1955年, 因日本方面的邀请, 中国派遣以外贸部副部长雷任明为团长的贸易代表团, 前往东京签订第三次贸易协定。 这一次, 吴学文的身份是随团记者。 由我们代表团, 根据第一次、第二次中日贸易协定的经验来看, 如果日本政府不参加进来, 不负责任的话, 这个贸易是改不成的。 所以第三次贸易协定, 国内去的时候, 再去的这个方针是什么呢? 就是民间贸易, 官方挂钩, 要日本政府能参加。 然而, 当吴学文等人到达东京后才发现, 不仅官方没有露面, 与财界上层的接触也很少。 原来, 就在中国代表团到达日本之前,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已向日本政府施加压力。 如果日本大企业积极扩大对华贸易, 美国将重新考虑美日经济关系。 日本政府态度的180度转变, 让中国代表团始料不及。 但随后, 中国代表团随即采取对策, 决定在日本八方園, 宴请社会各个团体的代表以及政府相关人员。 吴学文等记者充分发挥他们在日本的关系网, 负责联络各界的代表赋宴。 当时自由民主党的盖市长, 爱新界也参加了。 这次会议还是起到了一定作用。 后来第三次贸易, 有一条就是由政府来保证了。 日本的负责贸易的团体建了九三首相, 向他报告, 九三首相对有一个书面的答复, 坚决地起了保证作用。 中日第三次贸易协定成功签订后, 两国间的经济往来日益频繁。 与此同时, 日本在野党对中国的政策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1959年3月, 日本社会党总书记前找道次郎来华访问。 他说这个一个就是, 重生是日本的国土, 但是重生是让美国占领, 台湾是中国的领土, 但是现在也被美国占领, 所以美国是中日两国人共同地, 这么一个理论。 由于吴学文多年从事中日之间的新闻报道, 对日本文化相当了解。 于是, 廖成志便派吴学文招待前找道次郎一行人。 在此期间, 吴学文陪同前找道次郎一同游览了长城。 长城在八道岭这一间, 是有两个路线的, 一个放左边的一个一个一个路线, 一个放六百个路线。 左边的更闲悦一些。 那我就问这个前兆先生, 我说你, 你要等哪一个? 他说哪个最闲悦? 我说是左边的闲悦。 他说我是左派, 我等这个, 我等左边的。 他上去了, 穿着皮鞋上去了。 那么下来的时候, 他这个是非常胖的, 他原来本身是摔柔道的人, 非常胖。 下来的时候比较困难。 他脱了鞋, 怕穿皮鞋比较滑了, 脱鞋。 脱鞋也是重量下来, 脚航也是站不住。 所以我赶紧从他背后, 绕着他的皮带, 一点点缓冲了下来。 前找道次郎的访华, 是日本各党派对中国态度转变的一个缩影。 而多年从事中日关系报道的吴学文, 与日本各界代表都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然而, 令吴学文没有想到的是, 不久后, 他却成为了不受日本欢迎的中国人。 1963年, 禁止原子弹轻弹争取裁军世界大会在东京举行。 为了阻止其他国家拥有核武器, 美苏两国决定在大会上通过禁止核武器试验的条约。 1963年, 美国和日本搞了一个反对部分禁止, 要禁止部分核实验的一个条约。 那么日本人民是反对核这一点是非常清楚了, 因为它是第一个遭受原子弹轻炸的民族。 那么美国是想要把这个问题提到这个, 把这个原子弹轻弹大会上。 它估计这个日本人民会一下通过。 此时, 中国的原子弹研究已经进入了最关键的阶段。 如果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通过, 意味着中国的核武器研究将半途而废。 于是, 为了阻止这个条约的通过, 中国派遣代表团前往东京参加会议。 那么当时是刘宁一代表团, 团长, 副团长是总工会的副主席叫赵国强, 我是团员。 然而就在中国宣布要参加这次会议后不久, 日本政府突然宣称, 赵国强、吴玄文等三人为不受日本欢迎的中国人, 拒绝此三人进入日本国境。 他就是想办法要阻止这个代表团, 因为你代表有一个副村长, 副村长也选不受欢迎的人, 那再加上两个人, 陪绑的, 这样的话, 就这个代表团很可能就一怒之下我不去了。 这次会议是否要参加, 此时代表团也开始犹豫了, 无奈之下, 陆定一只得将此事上报周恩来。 当中央这个问题看得很清楚, 就是两个人, 三个人不去没关系, 代表团要早上去, 所以代表团的刘宁一到那去以后, 就把中国的主张和这个支持日本, 人民这个政权主张的, 讲了以后, 大会是没有发表决议来支持这个东西, 就是部分金子核实验没有支持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还是达到了目的。 就在陆定一等人参加完这次会议后的第二年, 1964年10月16日,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也就在这一年,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主席南汉陈访问日本, 在廖承志的安排下, 吴学文以新华社记者身份决定随行前往东京, 但吴学文再一次成为了不受日本欢迎的人。 对于自己可能再次被限制进入日本的消息, 吴学文并没有太在意。 在临行前,吴学文随代表团来到中南海, 接受了周恩来的接见。 众理一个一个地点名, 点到我那之后,众理就说, 吴学文,人家不欢迎你。 廖公在旁边说, 是男老代去,不,不会挡架吧。 众理说,我看不见得,不见得。 这回来以后, 当天晚上,法务大臣发表谈话, 说是,宣布吴学文不受欢迎。 第二天,日本报纸已头版刊登了 拒绝学文室入境的新闻。 当时我们交了那么多朋友, 什么四教战三,松山前三, 两位老先生在国会上讲话, 说是吴学文入境, 不会对日本构筹威胁。 我们两个作为宝人, 这个日本报纸都报得很清楚了。 然后这个法务大臣贺吴欣宣就讲, 如果吴学文你们让吴学文进来的话, 我大臣我辞职了。 当时报纸很热烈,搞点很激烈。 随后,代表团将此事再次呈请周恩来。 总理说是, 你们应当站在更高的原则上, 和日本的基欧配斗。 如果说因为这个事情男老不去的话, 你们就上当了, 这批的东西我都看见了。 那么后来就是, 吴学文这次不去了, 男老要照样去。 就这样第二次我所欢迎。 谈起自己的这两次被拒绝入境的经历, 一向乐观的吴学文也总是一笑而过。 这个没关系, 这个我知道这是个斗争, 这斗争, 哪个旗子而下来哪些上去, 这都是通常有的事情。 这是斗争里面的事情, 和个人没关系。 这个主要就是, 他需要制作一个麻烦。 日本政府的限制, 并没有让吴学文产生任何的退缩。 吴学文相信, 随着中日两国友好关系的不断深入, 不久后, 自己肯定会有机会前往日本进行新闻报道。 但随着一场运动的到来, 吴学文的这个愿望, 让他等了整整十年。 1964年, 就在吴学文成为不受日本欢迎的人的同时, 日本自民党著名政治家松村千三来华访问, 两国互派记者, 成为松村千三此次访问讨论的主要问题。 就在吴学文等待着再一次前往东京的时候,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廖承志被停止对日的工作, 吴学文前往日本的市也就此搁浅。 半年半年职业班, 本来这一个东方主要二十几个人的工作, 就留我们一两个人, 在这盯着都, 因为过去这样, 人家写了稿以后, 我们看了以后, 我们都改一改再发稿。 不能出去采访的吴学文, 每天的工作便是将驻外记者在国外发回来的稿子进行重新编辑。 这样的日子, 吴学文过了整整六年。 1972年7月的一天, 吴学文突然收到了一条来自日本的消息, 田中角荣当选日本首相。 第一次这个天同读葛这个消息是我写的, 写的比较简单。 当时是军代表看不了稿子, 所以什么东西都送给总理, 总理当了我们的总编辑, 当时情况是这样的, 所以我写的稿子, 第一个稿子送上去, 总理就退回来, 所以这个稿子编辑没有赶上形式冲写。 1972年2月21日, 尼克松广华, 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发生了巨大转变。 同年7月7日, 一直跟随美国的日本左腾内阁倒台, 一直对中国持友好态度的田中角荣当选首相。 上台后的田中角荣发表了希望恢复中日邦交的主张。 这个批评我受到以后呢, 我就就了解了, 那么多这个稀奇的话为什么不用呢? 所以就把田中这个关系, 要改善日中关系, 中日建交这个成熟已经正在成熟, 等等这些重要话, 编辑一个。 第一稿子一百次, 第二稿子一千五百次, 宋总理, 总是当年有批发。 就在消息发布的第二天, 在欢迎野门民主共和国代表团来华访问的宴会上, 周恩来发表讲话, 对田中角荣恢复中日邦交的主张, 给予了积极的肯定。 1972年9月25日, 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正式访华, 对中日恢复邦交进行最后的谈判。 同年在周恩来的建议下, 廖成志被任命为外交部顾问, 再次负责中日建交的工作。 中日建交的时候, 田中到北京来说, 随行记者有86名, 这个廖公让我接待这个代表团, 所以这个田中首相登当长城的时候, 我是跟他一块去的, 而且我问了他, 我说是, 这一节是尼克松来是登的, 你, 田中先生你登哪一个, 他说我要往前走一走, 所以他比连尼克松登高一层登上了, 就说明他走得快啊, 他先建交了, 美国后来就建交。 1972年9月29日, 中日联合声明正式签订, 在吴学文从事对日新闻报道20年后, 中日两国正式建交。 一年后的1973年, 以廖成志为团长的中日友好协会 对日本进行访问。 这一次, 廖成志再一次将吴学文的名字 放在了随团记者的名单上。 代表团秘书长孙明化, 在这个送代表团名单去签证的时候, 他日本的公使, 看到我的名字也很奇怪, 他说, 这个吴先生也去吗? 他说是啊, 他这次要负责报道, 他也没个个事。 所以老孙回来以后就和我说, 这次你还是悬啊, 还是悬, 我说无所谓, 你选就选, 你去就去, 不去就算了。 隔了三天以后, 日本大使发了这个欢送代表团, 访问日本的这个一个酒会, 给我发了警帖。 当天晚上这个总理又接见这个代表团, 总理和我握手的时候还讲说, 这次你去城了, 就这么, 就这么, 这个接近了。 1972年, 1972年, 吴学文随中日友好协会来到东京, 再次踏上这片十年来一直不欢迎自己的土地, 他感慨万千。 用吴学文自己的话说, 他只是一个陪伴者, 而当那些不愉快的经历都成为记忆时, 剩下的只有中日两国关系二十年来, 由冷而热, 由音转情的喜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